感谢全国观众热烈支持 请你跟我这样过 周时率破全国纪录 永多晚间八点档 综合娱乐类节目 收视冠军 有您的支持 让我们做出更优质的节目 女性亲子健康节目第一品牌 终于到中午晚间八点 请你跟我这样过 您现在收看的是 超级电视台 请你跟我这样过 这一类的孩子呢 你还没出生前 就妈妈常常对她讲话 她出生之后 真的喔 所以有一些妈妈说 我不会讲故事 因为我的孩子不喜欢听我讲故事 我告诉你 胎教是有用的 你从她还没出来的时候 你对她讲讲话 因为她听得到母亲的声音 但是她没办法反抗嘛 对不对 在你里面 她没办法乌耳朵 对对对 只是你不要 还没出生就开始唠叨这样好不好 我会 所以我就是一直讲话 一直播新闻 对 然后他们就一直听 正确 然后现在 那你也要播的新闻 不是一些杀人放火的吗 对不对 老是播那个孩子出来 都会有点比例啦 不会都是杀人放火的新闻 不是 那爸爸讲话 有没有可能 譬如说 爸爸也希望能够参与嘛 就妈妈讲话的时候 妈妈嘴巴打开 然后我们这样讲话 他那个声音就可以穿到肚子里面 让孩子听得到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这样 直接从肚皮就会啦 你直接从肚皮嘛 你对肚皮讲话就好了 对肚皮讲 爸爸有没有变笨吗 对 如果你这个人就做得出来 我愿意挂名 好 好 来 第二个 好 语言的熟悉度 就是 妈妈唱歌讲故事 孩子会感到 出生之后 孩子会感到兴趣 所以唱歌讲故事 是也有必要 语言熟悉度有分什么 譬如说讲什么语言啊 他就会特别熟悉吗 因为现在小摩妈 小摩妈你在怀孕的时候 你在教英文对不对 对 我在怀孕的时候还在教书 所以整个孕期的话 我每天都教书 然后一天都上五堂课 所以我baby那时候都在肚子里面 每天都听我上课 所以他一生出来 在嗨妈 嘿 什么事 他说 什么事 没有 所以他生出来以后 我觉得他的语言能力 好像有比别人好 他一岁以前就会讲很多话了 所以给予他什么 他感受得到 出生他那个优势就会有 没有错 对 所以要给 要给 那接下来在爸爸的部分 这是大家最 爸爸们最关心的啊 如果有对一个胎儿 爸爸有对他讲话 或对他唱歌等等这样的话 他一出生的时候 他就可以听出男生跟女生声音的不同 但是如果爸爸是不喜欢跟胎儿讲话 他出生的时候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爸爸讲话跟妈妈讲话他分不出来吗 对 他只熟悉妈妈的 那你当然希望说爸爸也能进行安抚 他也要熟悉这件事情啊 所以你必须要在他还是胎儿的时候 就对他讲讲话 他就可以提早建立分辨男女 这个是妈妈以外的男生 别的性别的 所以早一点建立爸爸的概念啊 对啊 就录音代码 就是三不五十放给他听 就是像阿Ben 阿Ben放他的歌啊 放自己的歌给他听 对啊 不赚的 所以这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好 然后另外在baby的 在胎儿的时候 其实他就可以体验 他就可以体验出言语里面情绪的变化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母亲的情绪 不宜太焦躁或太亢奋等等的 孩子都听得懂了 都知道你在生气 你在快乐 你是悲伤或者说是什么 那个还没出来他就知道了哦 对因为大脑里面的性能核 就已经发展完成了 最后一个 胎动这件事情 到底会不会跟着音乐动 会不会 会 会 真的会 真的会 是真的 大概在32周以后 有研究证实用超音波去看 在听音乐的孩子 他可能不一定是真的 一动一动这样子 可是他听到某一种音乐的时候 他就会做某一种动作 他就会做某一种动作 譬如说游过来 游上去 游下来 下次再听到同样的音乐的时候 他还是在子宫里面的羊水里面 做这样同样的游动 一样的动作 对没有错 对那这个东西跟之后的什么肢体动作 或者是什么有没有关系 没有办法做出来 可是 科学家就证实了32周以后 胎儿的确是会打拍子 会循着某一种特定的模式去做游动 的这一件事情 有的时候比如说他开始 你知道他是在活动的 比如说你就会弄弄他这里 他就会跟你在这个地方碰一下 那我觉得这可能 对于他触觉应该有点帮助 这个就是我们另外一个问题了 捕摸肚子里baby 让宝宝的触觉是不是可以变得比较灵敏呢 认为是的 请举圈 不是的 请举插 来 全部都是哦 一定的 大家都有这样子 你们在怀孕的时候 都有这样一直在摸肚子 跟他这样互动啊 阿伯现在就有是不是 有 现在就有了 而且很奇怪的是 每一次躺在床上的时候 小可跟我讲说 诶 白开水在动了 白开水在动了 然后我就赶快手就伸过去就要摸了嘛 然后一摸下去之后 诶 不动了 对 吓到 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那我跟小可讨论的结果是 可能是他平常在摸它的时候 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顺序 一定的力道 那可能我压下去的时候 可能太大力 那他可能知道说是我在摸它 他感到陌生 他可能就不敢动了 所以每次 直到白开水他现在一动 然后让小可不舒服 我就马上就冲过去就摸它 噢 不动了 不动了 对对 不动了 不动了 我想回来了 没事了 就我现在的目前的作用是这个样子 不是这样 因为只要我一摸它就不动 诶 这王老师 这真的这样子 你跟他摸一摸肚子这样 真的能够感受到吗 我觉得那个互动不见得有 就是在研究里面也没有做出来说 你摸它 然后它停止 这是因为你摸它这样子的那个互动 可是相关研究做出来是 你摸它 它因为空间压缩了 所以它会改变动作 那这个压力改变 的确孩子就会做出不同的反应 它会躲到其他地方 或者说是它会稍微不动 或者说它会稍微顶一下等等这样子 那是不是完全在跟你做互动 目前为止没有人证实 那多触摸一些对孩子的确是好的吗 的确是好的啊 如果说对孩子来讲 它会做出一些反应的话 那比一个整天待在里面睡觉的 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好 对啊 因为我们一直在 在讨论在妇产科里面 妇产科医师也一直在讲说 胎动不见得是不好的事情 很多研究都认为说 胎动比较明显的 胎动没有就惨了 对对对 但是没有到过度的那一个族群 这样子的胎动 孩子的胎动呢 它长出来的那个IQ啊 好像有点相关 所以到底是几个月大的时候 因为我记得我好像蛮早的 而且第一次动的时候 我还以为我是肠胃在咕噜咕噜 大概有几周 大概有五个月 所以有胎动是好事情 那你要怎么样刺激他胎动呢 你要想办法跟他互动啊 对啊 爸爸就帮妈妈服务啊 像我太太我就是到 就是从五个月之后 都是我在帮他擦 哇 你上个早冬 那其实也是借由这个机会 跟孩子互动 跟孩子互动 那目前的科学没有证实 这样互动到底有没有用 但是我觉得有朝一日 科学再更发达 医学再更发达 应该是可以做出来 它是有用的 那你在擦的时候 也会对肚子讲话吗 那爸爸在唱咯 我就是都唱歌啊 都是我唱歌 一定有是那首台语歌是不是 反正在这边唱歌 然后出来的时候 你要安抚他的时候 你就唱同样的歌 你会发现那个安抚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 有效 你不要出来的时候 然后非常非常急 知道他很难很难养 然后我一直在那边换歌 那孩子也在 一直在那边哭啊 你是谁啊 你怎么那么吵啊 干嘛唱这首歌啊 这首歌我不认识 对 所以提早让他认识你 这是我们胎教最重要的重点 所以怀孕生小孩 我们希望他将来会表现得非常好 不是等生出来了以后 才开始做教养这件事情 他在肚子里的时候 这个胎教 很多老公当然也要去体会一下 不要老是说 你在那边每次做一些动作 就跟他讲话 你很无聊 不是 我们要认识够 而且这样停下来 会觉得父母亲很辛苦 所以孩子们一定要孝顺 好吧 我们的目的是这样的 我觉得是这样没错 没错啊 点都很好 非常好的 好吧 祝大家呢 在怀孕期间呢 我们这个胎教做得好 宝宝生出来健康又不安 对 谢谢大家 谢谢 钓场不敢告诉你的秘密 吃葡萄籽抗老 当心血泵 葡萄籽吃多当然也有副作用 也会头痛啊 也会噁心啊 甚至说 葡萄籽吃太多也会出血 因为本身的话是一个 蛋白质的东西 以前在香港曾经有一些 蛋雁化的人吃雁后吃到蛋昏米 更多不可不知的致命斑茧 明天晚上八连 群女将我这样做